Lalala 我是723 今次终于开启宇宙3 打打地球第一卡 打完这个宇宙之后 就可以 跟传说一起打 应该是两个一起打才对 看看我们打到哪里 然后再一起打传说的关卡 第一卡 就是很多狗 好了 还有二星的出来 这个是山羊 让它走近一点 山羊一下就可以KO 不过前面有很多狗 不知道有几个 已经有残影了 好了 有一只死了 巴哈过来帮帮忙 刚刚那只吵不够钱 所以就叫不到它出来 攻击我非常惊人 然后呢 这一卡应该可以顺利搞定 哇 非常好 之后不用再打了 OK 然后打完第二卡 第二卡我出几条件了 嗯... 不过出很多都ok的 所以基本上 看看 只不可以出巴哈 那就照它吧 应该投几关 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一开头就出一只 二星的河马 没有星星的 还有点小地人 那就是这样 先存钱 然后就叫我们的精灵出来 好 站平它 那后面也有很多二星的 有星星的 好上 之前升了一只 跳跳猫也挺有用的 因为它有那个 死前传活 一只可以放两只 不敢用 它的效果也挺搞笑的 加了凍感上去 OK 水晶人也马上来了 然后就帮手伸出 那头的几关呢 就没什么难度 都是有对二星的角色 就机会上就可以了 看看之后有没有 例如是限EX 或者是不让超级出来 那些情况 就要看看如何处理 那就是打完这堆的 企业 OK 打完塔 打完火星 没有保密的 不要紧了 那之后再拆吧 下一个是木星 那条件跟刚刚火星是一样的 那我也懒得转那个阵容 先去吧 到时不行的 再调整回来 这卡开始出了好多个 噢呀 不停地出 二星的都有 这个小怪的数量有点多 不过没有之前打过那卡 狂狂涌出来的 那么多 但就不算是难打的 都是恶如为主 那有些激退的角色就可以了 真的算好打 一打就升天 那我看下 那我看下空客会不会有东西 有东西 有没有呢 哎 有的 不过也是 跟之前差不多 就不是说弹一些很恐怖的东西出来的 那照常打就应该可以了 那六星那个boss塔呢 有挺有趣的 比刚刚火星的东西多了一些 壮食 多一棵树 ok 已经打到塔了 搞定了 看有没有宝物 ok 普通宝物都不错了 然后挑战多个 土星 土星是300元以上 应该除了基本猫 不用得之外 都可以的 那我就换一换阵容 因为它是300元以上 所以跳跳猫都要 变回做 之前那个 进化那个 哎 不行了 那塔被人打到 看看有没有机会 叫了暂停 okok 那塔都没血了 后面有一堆红色 红色 看有些慢慢的 后面还有河马 和红色的人 我真的危险了 碰好容易被碰到塔 好 是吧 吃吧 吃吧 就吃吧 很快 吃吧 说 对 说